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 若你想找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私人静修处亦或是独特的度假圣地 本期分享的这座澳大利亚的Elizabeth Island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Elizabeth Island位于维多利亚州墨尔本东南的西港湾 毗邻法国岛国家公园 从圣雷默和菲利普岛均可轻松乘船前往 附近的法国岛和菲利普岛也提供了便捷的码头和直升机服务 该岛占地超过65英亩 海拔约20米 拥有3公里海岸线 岛上地势多样 有原生草和各类树木 灌木覆盖 沿海有丰富的鸟类 而岸线由玄武岩 沙岩和沙子构成 退潮时露出泥滩和海草 岛屿南部还有一条可通往西港湾的深水通道 岛屿整体安全稳固 很少受到气候变化及飓风影响 得益于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 土壤肥沃等优势 它曾被用于农业活动 现已被改造成一个拥有码头 住房设施 以及大型房车营地的度假胜地 Elizabeth Island由太阳能宫殿 设有里网设施 包括气体循环加热和化粪池排水系统 通信基础设施也已到位 此外 岛上还提供有执照的私人码头和寄博处 非常适合锤吊 滑皮艇 帆船或观鸟 岛上包含两栋宽敞的住宅 其中主三卧室住宅于2004年新建 选用西部红雪松木材 窗外近视壮丽的海景 每个房间均配有私人阳台 却座别墅注重细节 包括双层玻璃窗和坚固的防风雨漆 每个卧室都带有独立浴室 提供极致的私密性 与此同时 岛上还有一座于去年建成的别墅 设计充分考虑到环保与高效能源利用 拥有两间卧室和两间浴室 所有现代化设备一应俱全 包括空调、洗碗机、电冰箱、洗衣机、水疗浴缸、燃气水力加热、燃气烤箱等 除了两座现有住宅外 该岛还以获批一个允许建造两卧室住宅的许可证 由于岛屿位于香蕉活动地带 规划中被指定为绿地用地 可用于农业、旅游或私人用途 现行规划将其划定为旅游区 允许在获得规划批准的情况下最多建造20栋别墅 此外 该地产购买者可享受免交市政税、土地税和水电账单的优惠 Elizabeth Island是维多利亚州为数不多的永久夜泉岛屿之一 不过已于不久前售处 如果您对此类岛屿感兴趣 欢迎私信咨询 我们下期见